好,各位童工,今天我会介绍 如何利用Google Form 出那些网上评估的多项选择题 接着上一次的影片,今天的重点主要是介绍 譬如MC提的图像,那些照片 符号,equation 有时你未必直接能够Copy & Paste在Google Form 你要Captal去处理 但Captal的工作量 或者即使Copy & Paste 一题MC有一个题目 四个答案 量都挺大的,如果一份卷有30题MC 每题目要Captal或Copy 5次 总共有8-5次Copy & Paste的动作 工作量都多,也会容易错 所以洗牌程度 可能需要想一想,如果你有时间 题目次序和MC的选项都洗牌 但如果真的时间有限 可能这里要二选其一 譬如只是Shuffle 题目次序 如果MC数目足够多的时候 其实你将题目次序洗牌 选项可以就不用洗牌 变了 每题MC是Copy少四次 这里可以 值得大家考虑一下 还有一定基本的 增加学生 即是通水的成本 因为 几一条题目 他找回那条题目出来 对答案都挺难 反而选项 你洗牌 如果找一条题目 其实他不难去找回答案 因为只有四个答案 另外就是连续MC题 我们就可以用Google Form 那个Section 分开不同Section去处理 好 我们看一张Google Form 记住我们先设置它 一个Quiz 就make this a quiz 另外presentation 这个 shuffle question order 题目次序洗牌 已经有一定 基本的 防通水的设定 好 那我们就加题MC了 那我们直接操作 按一下这个加小 那这里有题MC 那这里我可以分开两个Section 那其实就方便 你留下一个Section 就是放那些连续型的MC题 那些不是连续型 是另一个Section 那它洗牌的时候 就refin a section 分开洗的 那这里MC 要按require 那这里我借助地理科一条 好 那比如呢 有图的 那其实我们可能 都免得直接抄些文字 我们可以 直接连文字连图 就cap screen 是吧 如果我们cap到这里 就只cap题目 那下面的四个答案 如果没有cap 就变成 那四个答案 就要 记住要另造四次copy and paste 就是总共就cap五次 那如果cap到这里 连同答案都cap 那其实 一定程度是省功夫的 因为每题MC 只是copy and paste 或者cap一次 那我们先试一个 省功夫的做法先 capture它 那就回到Google Form 那这里我可以 就是 按这个 upload图片的键 再按 browse 浏览 那找一张照片 那这里我可以连排答案的 好 那upload到这里 就会变成这样了 那连排答案好处就是 那下面的option 你就不用再 搞了 option 就只需要打a b c d 就行了 就是不用再copy and paste 就是那些选项那样 就是要cap多四次 或者 如果其他有符号 或者equation 或者其他图片的题目 真的要cap多四次的 那就是拿个平衡 就是老师付出的 at force 时间精神 和那个保安程度 拿个平衡 那我会觉得 如果是洗牌来说 那题目次的洗牌 就 比那些答案要洗牌的 那就好 那这个就cap一次的做法 那如果 就是看大家的需要了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也可以cap下面 那四个都可以的 分开 一提MC分开五次去cap 好 这里搞定了 那我们可以这样按preview 那看看 那个题目 那你看到google form 这里真的有点限制的 那这里左边有个margin 右边有个margin 它是拿不完整个screen的幅度 这个就是google的限制 那我上网查过 就是没得解决的 这个问题 是没得补救的 学生如果他用iPad 他就可以出大画面的 如果用个电脑浏览器 就按command加 或者control加 可以放大 但是呢 那些字呢 是会蒙的一些 有些缺点的 蒙了一些 那少少 那少少牺牲了 但是呢 又未知说蒙到 学生就 会看错题目 或者答错那个答案的 都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蒙的程度 但是呢 其实网上还有很多其他 出MC的system的 online MC 又可以洗牌的system 那就是google form 不是唯一的选择来的 其实呢 因为最后呢 大家的连续都是挂到google classroom 而已 其实是可以不用用google form 出MC都可以 但是这个就留在将来 我们有机会再慢慢探讨了 那就暂时就这个 我们只能够用google form先啦 这样 好 那如果呢 预着连续型的MC 例如这个呢 这幅图里面有三题MC 都是refer回 这幅图的沙田这样的 要将这些连续型的MC 就放在同一个section里面 那就行的了 譬如呢 这个先cap了个相片 那接着呢 就可以去回 那个google form 譬如我 放一个section2那里 好呢 那因为这个是相片来的 所以我要先加了一张image 先啦 就是这样按这个image 那接着呢 再按browse 对 找回这张相片了 好 那张相片有个title 可能呢 就要抄回这个啦 那但是呢 这个题目number 就会 其实没有头目number 的方法里面 没有question number 那所以这个字眼就要 就是斟着一下 就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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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记住呢 就是固方呢 如果是洗牌呢 那张相片 那张相片 那张相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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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会调整个次序的 也都会 就是会调整个次序的 就是未必会跟回这个 这样的次序的 那你cap图的时候呢 搞一切 这个是 某一题 那整个题 cap了它呢 那这样呢 那这样呢 它出来的order呢 未必会跟回这里的次序 这个大家要留意 对了 这个了 那这里一样 打回 B啦 C啦 D啦 再去推 require 在这里呢 我们再cap多一题 再多一题 那每一题cap一次呢 那功夫真的会少一些的 但是最关键是要suffle 那个question order 好 另一题 回答回 A B C D OK 那如果我们再按preview 看看这个次序呢 你会见到就是 那这个第一个section 就大家看 M4的字 section2 那你见到就 那张相片可以去到中间 它不一定放在头的 但是也叫做 就是你连续型要答的问题 都是refin that section 去做 而且每个section 是一个page 独立的page 去做的 好 那今天呢 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么多了 那有问题可以随时google check我 再见